我们是两个人这样子创业,我们是小资本,然后殡业并不是这样子玩的,我们就是抱持一种观念那时候非常的天真,就是觉得说只要你做得好,人家就会来,因为我对死的概念就是我不能动,但是我的意识还在,但是那时候不会讲说意识啊,就是说我知道我的想法,我还在转,所以就很恐怖,就是觉得我就是永远,不懂多少,几万年永远就stuck在那个棺材里, 作为李医师的话,他有一个好处吧,他就会经常提醒你,可能意外先来的 无意间就发现一跟圆,然后那时候会凑成这两个字的话,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就好像死亡的过程那样子,从一变成了,圆好像象征了一个零,或者是一个句号,就是从业了一个零, 我们发现其实死亡,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结束,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的,它反正是一个生命的圆满,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提供的一个告别是,它就是能够让生命在最后的时刻得到一个圆满的过程 大学修读心理辅导学系的陈永峰,和朋友Allen、姑伟伦,创办议员生命礼仪公司,尽管之前有相关殡葬公司的工作经验,不过自己摸爬滚打创业,他也是尝尽了苦头 那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的业者成立,要么就是说可能是以集团式的方式来成立的,现金流非常的充沛 然后另外一种,它其实是家族事业,家族事业里面就包括了,其实可能主辈留下来,它有一定的客源,老子豪,那在年轻的一代接手的时候,他可能做一些创新啊,或者是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它都是延续着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现金跟客源,那恰恰我们一元就是两个都没有的 就是曾经像是可能两个月里面一个生意都没有,就是空的 当然我们就积极的心态啦,那时候我们就说即便我们没有顾客,但是我们就把它看成比较正向就是说我们有时间去发掘或者是去develop更多的一些新的产品 但是你都可以想象,发展是需要钱的,可是你又没有现金进来 所以那一段过程是不容易去度过的 一直会怀疑啦,我们这样的方式到底对不对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用心做,可是还是没有人看到这样子 就会一直有这种自我怀疑的心情 创业初期有太多的自我怀疑 慢慢一远走过了近三年的时间,参透人生奥妙 或许是看了太多的死亡,陈永峰学会把生命看得很重,把人生看得很轻 他专注在自己的专业,在葬礼中扮演着生与死的桥梁 打趣地说自己当李医师的好处就是不纠结不执着 作为李医师的话他有一个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好处吧,他就会经常提醒你咯,他会提醒你 就是可能意外先来的,可能意外先来 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的话,他肯定是有那个影响的 就是有些事情真的不会看得这么重 特别是跟自己在亲密关系里面 尤其是你有一些小争执啊,小吵架啊 像以前我的个性是属于就是要力争到底那种 就是我一定要求的一个就是解释 就是对,一定要证明这样子 现在不会了,因为坦白说就是过后你也不会再去讨论这种事情 所以当下其实你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 很容易就过去了,你就会想到可能明天他就不在 你就不会这么在意这种小事情 我觉得上理他是有功能的 所谓功能就是他是让一个生跟一个死有一个过渡期 那这个过渡期里面他可以让我们去告别 然后他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怎么去跟一个新的关系 所谓新的关系就是原本我跟你的关系嘛 就是我跟他的关系他还是生的 我跟他讲话他会回我话 可是一个新的关系是我跟他讲话他不再回我话的 我怎么去认识这段新的关系 我怎么去学习跟这段新的关系相处 这三年里面我们也处理了很多就是胎儿的一些案子 因为可能在过去的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我们流产啊或者什么的话 然后我们比较没有太过去看这个情况 或者是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做什么这样子 然后但随着现在年轻人的需求可能很不容易啦 所以他们即便说可能是15个礼拜 像我们昨天刚处理一个15个礼拜他就流产了 他是自然生产的方式去把那个胎儿产出 所以还是完整的摸死胎跟你摸一个90岁的阿嬷的感觉是截然不通的咯 你就会感受到哇原来我可以长得这么大是很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就是软软的就是软软的手指也刚刚开始成型 脚趾可能你也太看不出有五个这样子 然后鼻子啊眼睛都只是微微长出来罢了 然后他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很不很不很不容易的过程 我觉得 我再去去年对2022年的新年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他很单刀直入 而且那时候很靠已经是过年了 他就跟我说他想他想要见我 因为他是癌症病患他快要死了他说 他要讨论他的伤理 所以我去的时候他的老公就一起 然后我们就是去勾出整个东西 那时候他还OK就是比较弱 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看到的一个东西是 这个去世的人他是因为他自己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他也把这个勇气影响了他的家人 让他的家人也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他的离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很珍贵 因为我想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勇敢的话 他特别可能他的丈夫 我觉得啦我觉得我的投射来的 我觉得他会很panic 他不知道要怎么做 而且他应该也没有办法去按他的意愿 可能就是吵吵衰衰衰就做了一个告别事 但是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这个人 因为他自己生前已经亲口跟我说过他要怎么做 所以整个东西做下来他就感到很安慰 因为他知道这完全是他太太想要做的事情 就一个小孩子八岁你看到他很好笑的一面就是 他很拼命在忍可是他又拼命在哭 就是他也控制不到他就是可是他一直要忍 我就蹲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讲说你可以哭我这样 你就哭吧然后他就点点头就点点头 然后就这样子很很很短的 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这方面的一个怎么说呢 教育吧 因为好多小孩子真的是被剥夺的这个权利 他们不只是被剥夺哭 他们也被剥夺他们去参与至亲离开的一个一个现场 就很多人父母就不给他们去 或者说即便说他们去他们想要靠近棺木去看一看的时候 有家长会反对 哎不要摸啦 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堆禁忌 所以可是很多时候也许他是那个最亲的 你想像一个年轻父母他去世 然后他的孩子可能就是那四年级的那个 就唯一一个孩子 但是整个商事都是有其他长辈在办理的 然后他完全没有的参与 他也不能够去有什么意见 他甚至也不被允许去好好的去跟他道别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 我不晓得其他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华人里面是非常的 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死亡的是我的同事 就突然他猝死 总之他就猝死了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冰仪馆那边也有做一个追思会 然后我跟他关系没有到特别深 但是我很想讲话 我想要表达 所以我只是稍微讲一点点罢了 我就哭得稀里哗了 然后我才发现原来 他已经无形中他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很重的分量 which is 你不知道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就是可能你没有特别去说 感觉这个人对你很重要 但是他其实已经在你心里面那个分量很重 直到他离开的时候你才知道 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都懂这个道理的啦 就是说我们不懂死亡跟意外谁先过来嘛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 就包括自己在内也是属于善忘的 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我们很容易就觉得我们会活得很老 会活得很久 还年轻这样子 那种我觉得就是你经历过就是做过多少个案子 但是这种所谓白法人送黑法人啊 还是会非常的痛啦 就是因为他那本来不是人生的顺序嘛 但是人生也并没有顺序可言啦 啦 神ri的亲密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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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